两年一次的台中市街头艺人争选 16跟17号这两天在台中公园登场 今年不仅报名的数量再创新高 这表演内容更是历年来前所未见 有高龄85岁的选手用英语唱金句 还有台中时尚第一次有选手 以高难度的软骨弓来应试 这各种精彩的演出也吸引现场民众的目光 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让现场民众惊呼连连 堪称台湾太阳马戏团的HYDRA一登场 立即吸引全场目光 台中市政府16、17号两天在台中公园 举办2015街头艺人争选 市长林佳龙也到场加油 并称赞街头艺人是台中最美的风景 整座城市都是舞台 我们这个城市因为有街头艺人就像是我们看到的美丽的公园 我们的树木花草上面有翩翩起舞的蝴蝶蜓 或者是蜜蜂一样 让我们这整个城市都美丽的起来 所以我相信打造台中市成为街头艺人最友善的城市 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今年征选主术再创新高 共有1170组介义高手叙事待发 征选者带来的表演更是历年前所未见 有高龄85岁的选手用英语唱京剧 还有台中史上第一次以高难度的软骨弓硬士 征选活动也吸引不少外籍人士共襄盛举 我们其实就是有一群人 然后想要一起组一个团 然后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梦想 然后我们想要 因为我们学了很久 所以想要发扬民俗记忆 让更多人认识传统的文化 因为我喜欢英文 我现在还在读英文 我说因为我的国剧最喜欢了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五家坡 一般人都会唱《野马利老西梁界》 我就想 The horse is running out the city of 西梁 很简单翻嘛 两年一次的征选活动 征选者从16岁到85岁 各个身怀绝技 为了拿到表演资格 选手们全都使出浑身解数 希望能吸引评审目光 成为台中街头艺术家的一员 记者杨琼环台中采访报导